是為了競選連任 曾慧琪報導 根據中美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中國承諾未來兩年增夠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 當中包括每年平均購買40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 換取美國調低部分關稅稅率 和取消原定上月加徵的關稅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協議簽署儀式上指 很快與北京展開第二階段談判 特朗普最新在社交網站發文 說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對於中美的長期關係有好處 2500億美元將會流回美國 美國現在處於啟動第二階段談判的有利位置 在另一個貼文 特朗普就說 美國農民對新的中國貿易協議 和即將簽署的美麥加協定真的很開心 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在社交網站回應貼文 指美國農民對協議感到滿意的同時 必須約束好美國總統和他的團隊 確保中美貿易協議能得到貫徹執行 不能被貿易戰再次爆發 否則美國農民將會再次受到牽連 新在華盛頓的歐盟新任貿易專員霍根認為 魔鬼藏在細節之內 有需要評估中美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是否符合全球貿易規則 他並批評特朗普的關稅壓力是一種短視策略 動機是為了競選連任 這也迫使歐盟重新考慮應對策略 霍根今個星期會與美國官員會面 解決歐盟與美國的一些關稅爭端 情急機構惠玉表示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將會提升企業信心 有助全球經濟增長企穩 但預料製造業短期內不會反彈 而中美貿易暫時優戰 避免雙方提高關稅 進一步直接破壞中美貿易 但不確定性仍然存在 而達成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後 惠玉估計中國今年經濟增長5.9% 較上個月初預期高0.2% 由美國大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組成的 美國銀行家協會經濟諮詢委員會 亦與惠玉一樣說 中美貿易關係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始終未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不會刺激美國經濟增長 預料今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至1.9% 明年亦保持這個水平 遠低於美國財長摩魯欽早前估計 美國今年經濟增長2.5% NOWCB記者 曾慧琪報導 華爾街股市上升 三大指數都創歷史和收市新高 其中杜瓊斯指數連升四天 收市升超過200點 而撇破500指數歷來首次升穿3300點關口 還未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 繼續利好投資氣氛 導致收市升267點 報29297點 撇破500指數 收布3316點 升27點 詳細美股市況由曾慧琪報導 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繼續利好投資氣氛 連同美國上個月零售銷售 符合市場預期 以近摩根士丹利業績理想 在科網和金融股做好的帶動下 支持三大指數 齊創歷史和收市新高 標指力離首度升穿3300點關口 導致高開大約100點 收市前升幅獲大 升過最多270點 高見29300點 是力離高位 並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收報29297點 是收市新高 標普500和導致走勢差不多 也創歷史和收市新高 高見3317點 收報3316點 摩根士丹利貴度盈利 比岸年升近五成 好過市場預期 股價升超過6% 其他金融股也普遍做好 高盛和富國銀行都升近2% 台積電預料今季收入最多升4.5% 暗時晶片熱復甦 晶片股升幅顯著 美光和AMD都升超過2% NVIDIA和英特爾就升超過1% 大型科網股方面 蘋果和微軟都升超過1% C4就升超過2% 納斯特克指數也創歷史和收市新高 高見和收報9357點 升98點 升大約1% Now TV記者 曾慧琦報道 2月託證券形式 是美國買賣的港股 造價普遍高過本港上日收市價 不其中匯控ADR高1.3 自託港元收報60.03元 中移動高4.2元 騰訊控股ADR高6.2元 中國海洋石油高1.3元 不過阿里巴巴ADR就向下 低1個8號路 至於積月期止夜市 收市升87點 報28982點 較現貨高稅98點 成交帳數17204張 歐洲三大股市收市個別發展 其中德國股市連續第二天向下 而法國股市就高收 至於英國股市受到企業業績不理想拖累 結束三天的升勢 英國股市100指數收報7609點 跌32點 德國法蘭克福德士數收報13429點 跌2點 法國巴黎Cat指數收報6039點 升6點 下期回來繼續鬧出身 慈善秀不一定老套 電競加音樂、舉聲加學生 MIRROR、ERROR、兩代造星同場 和陳潔玲、梁超風、馮允謙 Genie、腿亭鏗、Dee Jing、Aga 將唱歌和打機關於電競 電競、音樂和磁線 一次三合一的實現 影池博愛100周年 香港電競盃呈現電競巨星租 星期六晚8時 表TV現場直播 六成人擔心無法應付醫療開支 公司醫保不夠? 信樂升級醫療保每天低至3元 全年額外高達100萬保障 有讀法醫療需要? 信樂自選醫療保 入軟面按金,出軟面找數 愛石家人,想健康保障更全面? 信樂專上醫療保 每月低至500元 每年高達3880萬保障 三種保障 令不同人生多分安心 Signar信樂一直專注做好醫保 現在還提供自願醫保計劃 立即打8107-0677 做好選擇 用Expedia預訂機票酒店 預訂的聲音,預算多了 吃未到,還吃完氣氛 用Expedia預訂即節 驚喜特價在應用程式等你 Expedia… 維多C,黃金免疫力配方 特有維D,比你更強保護 當你健康受到威脅 踏車人多、菌多 天氣忽冷忽熱,很容易病 維多C,特有黃金免疫力配方 有維C和升 更革命性加入維D 有助呼吸度健康,層級升 維多C 香港親善小姐 今晚10時半,ViuTV 新闻時間 旺角發生傷人案 一个男人被多人持刀袭击受伤 警方封锁一段西洋蔡南街调查 昨晚11点多 一个25岁男人行经西洋蔡南街的时候 突然被4名持多男人袭击 兇徒事后登上一架私家车逃去 他身体多处受伤 由救护车送去广压医院治理 警务署署长邓炳强出席中西区区议会会议 否认有警暴 说对失实的指控感到遗憾 他说自己不是问责官员 不能问责下台 又认为自己理直气壮做得好 想他辞职的人是惧怕正义 张善恩报道 区议会缓戒之后 邓炳强首次出席区议会会议 亦都是他上任警务署署长之后的第一次 有支持者在会场外送上红玫瑰 并且一起影响榴莲 穿着棉背心便衣的位先生 你的位任正呢 邓炳强进入会议室之前 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强 怀疑一个男人是警员 要求他出示委任正 指挥官可否开他声 那个男人自行离开 我们现在的时间应该要请PK邓炳强先生 警务署长 邓炳强开场发言的时候提到 说去年7月起整体罪案数字持续攀升 涉及反修例示威 一共拘捕7,019人 当中四成是学生 547人被碰暴动罪 38人被定罪 其中12人被判监 多个区议员向他质问 前线警员的执法问题 当时的情况 原来他叫个名字是通水被人走 那怎样呢 我想我们看这件事 是作为议员不能够太简单 邓炳强多次表达 不认同有区议员指控警暴 或者有弃生猪肉的情况 对于这些失实指控感到遗憾 重新若果有人不满可以投诉 有区议员就要求邓炳强辞职 为什么7个月都还没改善到 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 你应该下台问责 会议期间多个撑警人士 先后因为拍手掌 举标语和叫销 被主席赶来会议室 会议最后通过两个议案 包括要求压止警察暴力 才能够令香港回复平静 以及谴责警方濫捕和濫权 邓炳强会后说 对于多个区议员的发言 以情绪式发泄感到遗憾 NOWTV记者张善音报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达问会 他说不接受有人形容有警暴出现 批评有人为了削弱警队执法能力 不断丑化和抹黑警队 至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认为在久前只会令社会内耗 下个月会公布检讨委员会的人选和细节 大祖宜报道 相隔两个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再到立法会出席达问会 他去开场白表示 香港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 踏入新一年要恢复社会安力 特区政府有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压止暴力 一方面林郑月娥说要重建法治 一方面就对警暴视而不见 我的问题很简单 林郑月娥 你知不知道丑字怎么写 我是不接受 有人形容 香港在处理这一场 持续了七个月的社会动荡 是出现了警暴 但是很可惜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去丑化抹黑 甚至是妖魔化了香港的警队 我相信的目的就是削弱这支警队的执法能力 最喜欢看到的是什么人 就是一定是犯法的人 作为民望已经跌到破产的你 我真的觉得你唯一残存的作用 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然后鞠躬辞职下台 多次作了回应 所以我今天也不想在这里再作补充 我只是想说 这件事件现在已经是演变了 认为一个我们都很担心 是有很多暴力 是衍生了的社会的议题 所以再这样糾纏下去 只会令社会不断地来号 只会令到我们的市民受到伤害 他说目前的社会矛盾 反映社会长期积压的问题 透露下个月将会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研究 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不单单是和房屋 贫富悬殊 向上流动 等民生经济问题有关 也涉及市民对于社会公义 一国两制的信心 政府管治方式的关注 各半钟投革大问会有13名议员 被主席裁定行为不检逐出会议厅 除了封联会陆仲雄在座位上指骂民主派议员 其余被赶出会议厅的都是民主派议员 NOW TV记者戴祖宜 林郑月娥又说 从来都没有敌视年轻人 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一时误会 而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他又重新处理好木杰困局 是最好展示问责精神 他愿意考虑和班子减身 廖康宇报道 凡周历风波期间 被捕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在立法会大问大会上 建制和民主派议员都问林郑月娥 如何反回年轻人的信任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 而是2047 你怎样可以令到年轻人相信 2047之后 香港还会有一国两制呢 我们必须要维护一国资本 然后尊重两制的差异 唯有坚守这个一国的原则 一国两制 才有机会 可以在我刚才说的 行稳战远之下 是继续前进 不要因为一时的误会 欠缺了对于一国两制 对于基本法的理解 而去破坏了 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则和方针 否则他们自己今天担心 会出现的情况 可能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 不肯回应五大诉求 不肯折查警暴 继续敌视我们香港的青年人 任由他们受到虐待 我需要澄清 我从来没有 也都不会敌视年轻人 刚刚相反 我们是非常之 或者我本人 都是非常之外护青年人 每一份的施政报告 都是为青年人 来到去提出更加多的措施 除了怎样善后 也都有议员要求问责 反周历的风波 特首你和你的团队 其实要负上最大的责任 你会不会和你的团队 去带头减身 给我们香港市民消消气 我也是很愿意去考虑 究竟有什么措施 可以令到整个社会 再次团结起来 请容议员或者在这方面 给我们一些时间考虑 我们是非常重视 这个问责的精神 在这个时候 最能够展示这种承担 就是好好地处理 目前这个困局 林郑月娥又说 自己有反思 教育是其中一项做得不足的工作 所以加强年轻人的国家观念 以及对一国两制的认识 这些都会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NOW TV记者 廖康宇报道 立法会财委会 朝早举行会议 继续讨论公务员加新撥款的申请 警方反对星期日 民间集会团队举行的游行 只是批准集会 主办团体决定上诉 聆讯在下午举行 黑市今晚9点半 ViuTV ViuTV暑年广告套餐 风格百变 路线万千 红星祝你选年行大运 推出金福发财宴 有圆只鲍鱼花菇 琵琶脆金鸭等 四位用八八八起 欢迎订坐 荣获丹麦皇室御庸 于丹麦长心控陪 为赤爱送上丹麦南冠曲奇 一起分享御庸的快乐滋味 诗新野,唱Opera 另类点,找版观龙屋作曲 千尚春处的贴詞 再補回南高尹肚腩 接着就搞这个宇宙层回演唱 想到这么大,不让你突然生癌症吗 癌症就是不腥腥腥腥 最好预先有个计划 抗癌期间,无间断每年一筆保障 总保障高达同压500% 总保超过百宗迷失 真的吗 用行动在人生舞台守护你梦 英国保诚,用心聆听,实现你心 我下机了,等着行李 今次用剩下很多外币 你知道法例规定 经各出入境管制站底港的人士 如果管有的货币 或不记名海转让票据 例如旅行支票 总值高于12万港元 要在鸿通道向海关人员申报 其他抵抗人士或离港人士 在海关人员要求下 就要如实披露 我知道 如果用货物形式跨境运送 要上网预先申报 为例的话可被检控 上海关网页看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就是杨栋梁 而他阴点的总理人选米苏斯京 已经获国会下议院国家道马表决通过 叶俊廷报道 米苏斯京在得到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下 在424票中得到383票支持 接替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理 除即获总统普京签署任命 53岁的米苏斯京没有从政经验 本来是联邦税务局长 外界对他所知不多 预计新来各其他成员 大部分都会是政治素人 会忠实执行普京的政策 米苏斯京在表决之前 清理国家道马发表讲话 聚焦经济议题 会加快落实总统普京 前年各族联任的时候定下的经济发展计划 并将通胀保持在4% 他又估计在未来4年 所要耗指4万亿劳报 落实普京的社会承诺 包括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 和补贴有小朋友的低收入家庭 普京星期三 在国情之民抛出公投修宪议题 触发俄罗斯政坛大地震 会得韦杰夫随即率领内阁总辞 普京提出的修宪 意图削弱总统日后的权力 并将总统的部分权力转交给国会和内阁 国会将会拥有确认和提名总理人选的权力 并且能够根据总理建议委任内阁成员 总统会保留解除总理和内阁成员职务的权力 也有权任命高级国防官员 并继续拥有军队和执法机关的指挥权 次隔一日之后 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之后 再为总统能够保留的权力加码 这总统应该继续有权罢免未能够履行职责的官员 67岁的普京 自1999年起执政 至今超过20年 曾经改任总理 但依然手握实权 普京前年成功连任总统 任期在2024年戒满 受宪法所限不可以再连任 外界认为 普京提出修宪是想重施顾忌 在任期戒满之后 转任总理继续掌控国家 罗TV记者叶俊平报道 英国哈利王子宣布 卸下皇室高层成员身份之后 首次公开露面 主持篮球联盟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抽签 抽签在伦敦的白金汉宫举行 篮球赛会管理层 和各个参赛国家代表出席 抽签结束之后 哈利王子再没有其他要履行的皇室工作 预计下个礼拜前往加拿大 会合太太梅根 展开为期几个月的过渡期 处理退出皇室高层成员行列 移居加拿大家居住 税务和保安等问题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日前举行家庭会议之后发表声明 形容哈利夫妇退出皇室 是复杂的家事 皇室成员支持和尊重 他们追求更独立地过家庭生活 同时重申他们是皇室的宝贵成员 科技界年度盛世国际消费电子展 每年都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大厂参展 日本汽车龙头丰田也不例外 但公司今年并没有推出新车 而是宣布了另一项大计 凤田将大胆救赏命名为编辑之城 纪念凤田移植部机场起家 他们计划透过智能化的方式 将城市的道路、通讯、家居等设施 连结在一起 在这175岁的地区 我们在未来建议建议 人生、活、歌、 spontaneous 这个未来资城有位Google设计过 总部的知名丹麥建筑师 公園式長廊 並且商戶交織 民眾如果想散步 可以到公園長廊框下 陪略亦可以坐無人電動小巴 前往目的地 在這個智慧城市 大致社區小事個人的生活 都用上大量高科技 機械人甚至會融入家居 配合全感器和人工智能技術 照顧住戶的日常喜居 不僅會幫手倒垃圾 還可以結合流動零售平台 令到居民族不出戶 就能夠經地底的自動送貨系統 為家企補貨 同時又會定期監察住戶的健康情況 這對日本這些 正是老齡化的社區來講相當重要 實驗小鎮充滿未來色彩 亦都注重環保 建築大多數以木材而建 並且透過太陽能和輕能發電 希望做到減少碳排放 遍直至成章會在2021年動工 落城之後會發生真人實驗室 初步容納2000人 包括系豐田的員工 家屬和研究人員等等 未來可能會因應情況提高居住人數的上限 其實Google沒有公司Alphabet 旗下的智慧城市公司Cywalk Labs 三年前亦曾提出過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進行類似計劃 但就引發侵犯私隱等爭議 在民間夜起反彈 雖然前路未必易走 但豐田仍然希望可以走先一步 用一己之力為世界變得更美好 作出貢獻 我認為你能夠說 這是我的個人的心理 如果建造它 它會來 但有機會 整個城市從頭上 在一個小的角度 這是在很多種類的機會 与世日的幸福 登上天气了 预测大致多云,天气转良 一间部份时间有阳光和干燥 最高气温大约20度 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净 只望未来两三天早晒清凉 现在气温18度 相對濕度73% 稍後回來的總郎早晨 歌手是殿堂級 版底是演唱會級 歌曲是冠軍級 和新設計成獻處級 星期日晚9時半,VTV 自以TC校戶經理林先生 離婚後要一個人照顧兒子 雖然…